大家好,我是歐瑪 上周呢,我們已經分析過 S Hotel 是怎麼在這次疫情中脫穎而出 那這周呢,我要帶大家來看看 我心目中全世界前三大的防疫旅館 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 讓14天雖然非常苦慢的日子 但是卻願意讓我一輩子被掛在那邊呢 S Hotel 首先呢,我要先揭開第三名 第三名是誰呢? 就是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聖桃沙酒店 這個酒店呢,它是位在著名的光光聖地聖桃沙的西側 那它也是新加坡唯一一個就是 整個是面向海而見的一間旅館 那這個建築外觀呢,它整個是呈現一個圓弧形的 然後整個都是白色的,非常的漂亮 那所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每一個房間呢,基本上都有一個非常大的陽台 那只要站在陽台上面呢 一望過去呢,就是一片的無遺開景 並且呢,整個建築物基本上是包圍著妝庭 那妝庭裡面呢,就是有小朋友最喜歡的游泳食或者是滑水道 那它中間有做很多這些圓藝的裝置 所以基本上從每個陽台看出來都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那大家剛剛看到我們可能提供了一些就是飯店的畫面 就知道,哇這絕對是五星級等級的飯店 所以呢它一碗絕對就這樣不可以 大家猜猜看是多少 要猜嗎 我直接說不答案 一碗呢大概是250塊美金 所以其實這個沙格里拉旅館它這一次主要是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 所以才會成為防疫旅館 那目前的話總共大概有400人呢 可能是被安置在這邊 基本上呢,這400人他們的費用呢 都是由新加坡政府全門去負擔 那這時候他們自己的人民就會覺得很納悶 欸,既然是他們有些外國可能是被隔離在這邊 那為什麼費用呢 還需要我們這些小班人的錢來支付 那其實新加坡政府他們真正支付的錢呢 當然是沒有到就是250塊美金這麼多 但是它給予這些飯店是更多的一些補助 那補助的部分呢 一部分是讓這些飯店業者可以透過這些補助 可以去繼續維持他們整個資產的營運 那另外一部分呢 他們的錢主要是去補助 這一些就是隔離者他們的三餐的費用啊 或者是一些相關人事成的費用 所以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去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讓整個這個旅宿產業能繼續維持下去 接下來呢我要揭露第二名 那第二名呢其實它是位在瑞士的一個連鎖旅館品牌 叫做Le Fichu Le Fichu它是法文嘛 那我稍微去查過一下它的中文意思 其實是珠寶的意思 那大家聽到珠寶應該就知道 它應該一碗也是非常的不便宜喔 一碗呢大概要八百到兩千塊美金 是不是很驚人 不過呢你到了它的旅館現場 你大家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它是這麼貴 因為它都位在非常非常優美的景色的附近 就是衣山放水啊 都讓你看到最美的view 所以呢來到這邊的話 絕對會讓你就是非常的relax 那這一次呢這個魚館品牌 他們也為了就是防疫政策 特別推出一個14天的防疫套餐 那套餐裡面有什麼呢 除了當然就是你在入住之後 可以使用它裡面的所有的設施 比如說一些桑拿啊 或者是按摩浴缸啊等等之類的 那另外的話 它還另外就是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附加的服務 比如說24小時的衣服、醫療照護 也就是醫生是直接到你房間來看診 那這樣24小時的服務呢 大概要價就是四千八百塊美金 那另外的話還有所謂的就是核酸檢測 直接來你房間做核酸檢測的服務 那一次的話大概是五百塊美金 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一個就是高級的服務呢 當然如果你需要就是私人的廚師來你的房間 特別做一些特殊的餐點的話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那以上所有的費用都是自費 好嗎?是自費 另外呢這個旅館也推出一個非常特別的新話 也就是捐助一晚給這些抗疫非常辛苦的醫療人員 那我先不論它是不是違背了當地政府的命令 那它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就是一天下的一個傷子 現在呢我要來揭曉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它是位在南非的一個葡萄酒莊園 叫做Sphere One Hotel Farm 整個酒莊呢是順利大概120瓶 那因為它裡面有葡萄園嘛 然後又在河南旁邊 所以整個景色也是非常的棒 那裡面的話的設施當然就是 就是步伐葡萄園啊 然後有酒窖啊 還有旅館 還有一些其他的這些娛樂設施 那所以在這邊可以被隔離真的是超幸福的 因為除了就是有吃不完的美食 還有就是喝不完的飲酒 那這間旅館其實它比較特別 因為它一開始並不是要被設置為是防疫旅館 那但是是在一個就是比較緊急的封城的狀況下 那因為裡面的這些房客一時半刻也沒有辦法回家 所以呢它才就是臨時轉行為就是防疫旅館 所以這些房客其實居住在這邊呢 他們的酒自宜的酒店經理也用了很多的方式 讓這些房客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比如說他們會設計一些這些套裝的行程啊 讓這些房客可能去園藝裡面去做一些園藝的活動 然後或者是舉辦一些就是烹飪的課程 但是呢它舉辦的這些活動呢 都是非常的以就是一個小嘉賓的單位為主 而且彼此之間也是保留非常好的 也是我們在所謂的social business 所以在這個安全措置上面是沒有疑慮的 那半面的經營房從這個過程中也有發現說 就算疫情過後呢 短時間觀光客也沒有辦法馬上的回遊 所以呢如果推出一些園內的這些套裝行程 是非常的有助於未來的這些葡萄酒銷售 或者是住房率的提升 那看完以上三間旅館的介紹 是不是也讓你覺得喔我也好想被隔離在那邊喔 那其實在台灣有非常多很有特色的度假村或者是飯店 像我們之前跟朋友就有在討論說 欸像這個在大溪的westing住家飯店 它是不是就蠻適合的 因為像我剛剛前面第三名提到的嘛 那個聖桃莎夏克里拉酒店 它其實整個形態跟westing長得很雷同 就是圓圓模型的建築 然後中間就是有一個很漂亮的裝備 而且就是在我們的westing 它旁邊還有一個很大的高爾夫球場 所以呢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 像這樣子的一個地產 然後再包括台灣的醫療是非常非常的發達 一個地產加醫療的結合 絕對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組合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等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lish的空間資訊呢 第一手就是送給你喔 掰掰